塔保隆來之前 李家超肯定上去了 有這個建設 就說工商界不合作 工商界不聽舉止疊 工商界我講東去講西的 例如最好說法 就是我說要做 他們現在全部都是跟我反抗的 不做諾建築的 甚至投標的時候 在柴灣一塊地上這麼漂亮的地 只有一支標 這間叫極好有限公司 調轉的名字就是好極有限 還在諷刺我 李家超可能因為這樣覺得不開心 小氣過不了自己一關 想去崩 用這個理由 去做一個雙巡 雙述 去解釋 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 都不是這麼理想 因為我不斷推動改善 我不斷推動改革 但是工商界不聽 好了 夏寶龍結果都下來了 直接跟工商 就是用曉以大義 為要愛國 要愛香港 所以你們要用手 去投資 幫忙跟香港特區政府協調 去推動香港經濟的復甦 這個究竟是不是就這麼簡單 是反映你李家超 整天政府沒有一個風道 沒有一個胸襟 去面對別人的批評 去因為那個改善 但是你想回頭 你不用覺得尷尬 你不要戴個面具在自己面前 你做回真正的李家超 我不懂就不懂 我聽你說 我聽你說之後 我跟著習思講益 我一樣做了好政策 一樣好結果 那是你厲害 李嘉誠是不是很厲害 李嘉誠當然是神機不算 當然是拿很多資訊 在他手上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李嘉誠的決定 是否只有他一個人 肯定不是 李嘉誠一定是信真必求神的 桌子坐在一起也有20個人了 李嘉誠的每一個重大決定 都是經過謀臣的一個討論 謀臣給他的意見 而從而做出一個決定 李嘉誠可以看自己成是李嘉誠 都是姓李 你當然就沒有李嘉誠那麼厲害 但是對於李嘉誠 他都不是每一個他涉及的範疇 他都認識了 他都是因為他自己的謀臣 再聽其他坊間意見 看其他坊間意見 做一個決定 他要的決定是精準和正確 這個就是原則 李嘉誠你不是的 我就沒有謀臣了 我有一群柴子在身邊 柴子在說什麼 我又做什麼 然後我也不管坊間怎麼吵 坊間怎樣是不滿意的 坊間有噪音 我就說軟對抗 國安 你不夠愛香港 用這些罪名 讓你不敢再說話 這不是良好的 是領袖的管治態度 你應該是聽多些人說 你不需要懶惰自己都認得厲害 其實你不厲害就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認得厲害 你不如說我不厲害又怎樣 我現在的北京信我 你趨人 現在我就是特首 你不聽我便會動你 如果你要我做得好的 你告訴我 李嘉誠是願意拿筆拿本寶寫的 聽完之後去想去改善的 這樣就可以做到李嘉誠的決定 就是比較精準和比較對 現在你是不是的 我想了是怎樣 我那些拆鞋子講的就是這樣 我相信他的 現在我寫了出來你就要跟 你不跟你就軟對抗 你不跟就不愛香港 這個說法就認真不可以接受 梁振英和唐英年 都是很大膽的 可以說大膽的 因為李嘉誠自從開始管治之後 我認為李嘉超是故意的 因為本身的能力不高 如果團隊就新埋班 可能他都未掌握團隊的能力 現在埋班三年了 團隊全部都是廢柴 全部都是二打六 沒有這些用材 今天做不到大事 就算上屆政府已經設計好 這個議案 設計好路線和時間表 都可以在李嘉超的手上 是搞到亂七八糟一塌糊 你的垃圾經費很明顯是 不斷一拖再拖 不是李嘉超 是由他上台才開始 去做這個工作 在林鄭月娥年代 已經是立法和做好準備工作 加上本身李嘉超旗下 謝展環也是食環的人員 也是環境局本身的範疇 不是一個跳下去就任的官員 理論上他現在很清楚 非常清楚整個計劃 整個策劃 整個時間表路線套 那個法理原則 目標全部都很清楚 但是李嘉超上台 結果令人很失望 這件事可以做 就算人家前人 即是前面那批官員 已經將它設計好 你只是執行禁制 結果都搞到一塌 連聽打都出辭了 聽打出辭了 是否因為李嘉超本身 他不懂 接著就喜歡聽人說話 喜歡聽美好的說話 能夠在他耳邊說美好說話的人 就形成有香港政府施政 或者香港政府執行政策 或者措施的人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裏面 每個人都想到 他身邊的人想到 就是那些膠袋很值錢 政府用很高價錢買膠袋 那我就覺得發財 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一開始在這個政策上 都拉遲了這個 是垃圾膠袋的一個招標 即是採購招標 結果導致採購招標也遲了 本來採購招標 其他東西是沒有遲的 仍然在走的 理論還多了時間 因為垃圾膠袋遲了 你就多了幾個月時間 去做這個垃圾經費的功夫 包括推廣 包括教育 包括說清楚給人聽 講清楚細節 以及想一下什麼問題要改善 好了 結果推遲幾個月之後都不行 結果窩死了 即是計劃 結果胎死腹中 這個是浪費了大量公帑 包括垃圾膠袋 包括通過立法 包括垃圾經費的所有宣傳 又或者甚至乎是 跟垃圾經費有關的一堂政策 包括加大環保回收 源頭減費 全部廢了 這個就是李家超 這個就是李家超 這個政府給我們看 他的確施政方面 是有這種特色的 就是做得不好 老實說真的做得不好 好了 當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好了 再你有新政策推動 又或者你有新的政策措施 或者是這個想法 坊間有意義 是理所當然的 即是說 無論是市民 無論是持份者 受到影響的人 他有意見是理所當然的 但留意到 是很喜歡用國安 很喜歡犯國安法 軟對抗 這些字 去壓制香港人的思考 壓制香港人的言論 就希望北京看不到 聽不到 香港人的呼聲 跟著就認為 我們搞一些夜紛紛 日紛紛 政治經濟 搞一些白癡的行為 那些活動 就可認到北京認為 香港現在是非常歌舞聲平 現在是有志及興 經常說有志及興 基本上都是說一次謊話 有志及興 就不是現在發生 是期待將會發生 是根本未發生 志是發生了 興根本未發生 有志及興 你說原來是個共性 有了志 慢慢去到興 我們還在這裏 還在剛剛有志這方面 治理比較是暢順了 是沒有什麼人 就是挑戰的政府 但是呢 令到整個社會興旺 經濟興旺 居民 或者香港人 可以安居樂業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走 不單止是沒有走去那個方向 你現在帶人 左右左右 又前前後後後 亂撞 這一個 為什麼我們 不能夠開明 這樣 可以空襟 這樣 去接納各個人的意見 如果李家超是一個聽人 聽人說話的人 唐英年就不會用一二行四個字 擺在討論裏面 如果李家超本身是善解人意的 又或者很願意聽人意見的 好了 意見可以達到李家超耳邊 也可以給足夠整個政策局 所有政策局和特首去思考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唐英年一個這麼大人物 做了極力的人員 他沒有理由在討論當中 會用一二行四個字 你用一二行四個字 可以顯示李家超政府 基本上是不聽人說話的 可以怎樣就怎樣 如果你說什麼也好 家人什麼對的也好 我也不會聽人 我也不會聽人 總之我說這樣做就這樣做 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政策方向 或者作為一個領導人的思考方式 李家超一定不行的 除了不行之外 李家超提出 現在夏寶龍來自北京都說 是說要愛香港 香港是一個大原則 愛香港愛國家 希望大家可以有力的 都貢獻一下香港社會 令到香港社會的經濟可以復甦 令到香港社會可以盡快復原 由自及輕人可以到達 李家超的前提是有幾樣東西 第一 他認為現在工商界是不合作的 他認為自己已經做了好好的劇本 有了非常好的劇本 工商界只要演員角色 聽他怎樣 就可以去到一個好的方向 這個你究竟工商界會不會聽 不是說他們想反抗 其實唐英年說的都是很直接的 工商界其實做每一個決定 做每一個直決策的時候 他都要思考計算 他都要思考計算 是包括 不是單止是有沒有錢賺 那麼試賄 還是要考慮一下他面對的風險 他公司或者他集團 或者他個人他家族 可以能夠成功的風險 這個風險當然有政治風險 就是既然怕寶龍都來深圳 抓了工商界直接說 第一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 對香港的一些普通人 當如果老闆這樣開個會 突然間明明正在走 一個新的老闆來到 譬如一個電台 某前電視的演員 插巴京鞋 做了這個就是劣幣 驅著良幣的主角 這隻劣幣就入了新城電台 做阿頭 做阿頭 做了很多大型的節目 這個節目也有些有聲有色的 因為喝了很多錢 但是就賺不到錢 沒有收入 結果當然李澤巨就不是開玩笑 那些筆牌都尖一尖 那些間斜就大一大 一看不行 打算叫你來 有這個建制派 也都有這個親建制的加持 理論上 新城電台這麼小的帳 沒理由搞不定 結果 馬俊偉的確是搞不定 搞到那個帳 比之前還壞 比之前還壞 結果怎樣 就派人頭 教人 減低開支 馬俊偉的說法就是 或者不要說馬俊偉說了 就算新城電台 如果突然間開個會 會是大老闆出來 要聽馬俊偉說 要跟從馬俊偉的意思 不要不聽 你們要愛新城電台 要愛新城電台 要愛香港 那就要聽馬俊偉說 馬俊偉現在是導演 你要聽他去點 如果開完會之後 那些員工會怎樣想 如果想法很簡單 馬俊偉這個人 這個仆街 兜兜我們 自己搞不定 就去說我們有問題 說我們不聽你的說話 導致不好養好不好結果 對老闆來說 要盤數漂亮 盤數不漂亮 馬俊偉就麻煩你炒人 就減低開支 這個情況 就好像香港 就好像新城電台這個縮影一樣 就是說 李家超這個致命導人 第一根本就沒有一個好劇本 也根本沒有寫過一個原劇本出來 好了 接著有人開戲給他 就是北京照開戲給他 好了 但是戲怎樣演呢 劇本沒有的 叫這種角色叫主角叫工商界 站在主角的位置裏面 角色裏面他怎樣演這部戲呢 看不到 看不到 好了 當他們去嘗試跟李家超這個導演去聯絡 告訴他這場戲可不可以這樣拍 可不可以站在這裏 可不可以他出來 可不可以他出來 可不可以劇情會發展成這樣 你現在不聽 全部不聽 你不要跟我說 你們是演員來的 你低一層 我就跟愛國愛港的老友說 原來李家導演旁邊 他們全部有些二打六 白癡 龍才 圍著他 那些人又這樣 叫他脫衣 叫他講一句髒話 有堅密 看 你猜工商界聽不聽你怎樣 他們要聽你怎樣 當然要面對正式風險 他不聽你說的話 你又去北京說 他們不聽你說 這是政治風險來的 被人投訴 好了 另一個風險就是說 你說的話 隨時這個決定就不見 十億二十億 一間公司原來是千億市值 但是這樣十億二十億 一百億五十億這樣不見 你以為他頂得多久 你看到新世界 夠聽政府說 是吧 鄭志剛都拆了鞋子 沒有東西厲害的 他只是懂得 信奉 信從這個政府 講足拆鞋說話 又發表聲明 又說怎樣撐大灣區 怎樣投資一百億下去 當時房地產是吃的 他還中我頭上去 就說我要搞房地產 這個就是鄭志剛 鄭志剛夠聽話 你說給他劇本 未有劇本 他都扣出來做主角 做主角叫做什麼呢 不是槍條 是他先死 這個就是他連串的決策 導致公司原來在風險承擔方面 或者公司的能力方面 根本都沒有辦法抵擋 現在好像洪水一樣來的債務 的一個負擔 好了 結果鄭志剛也要下來 在自己家族裡面 本來已經定於一尊了 本來上去家族承傳的位置 香港政府更加叫他家族承傳辦公室的主席 那這個奉不奉刺呢 在李家產中他就行的 因為他聽話 但原來是實質上在書上面 整個家族看到都出事了 真的假意已經頂不住了 究竟新世界還有沒有投地呢 還有沒有大型的放牧發展呢 局住就要從中子去發展 本來自己有能力獨自發展的都要分享了 原因是因為自己沒有了融資 或者沒有足夠的融資能力了 有融資能力呢 都唯有去還債先 去債監債 去盡量低債的負擔和利息 和年期上面的壓力 這個就是個實況 李家超你還未寫劇本 跟著呢 在司令報告大吹大雷 或是有六百多項這個改革 跟著你就覺得那六百多項就是劇本 好了 你的司令報告就算是劇本 是啊 有一份東西在那裡 有一份很厚的文件在那裡 但算不算是一份完整 而且可行的劇本 不算的 你就算這個問題 你就算明日大嶼 明日大嶼你家超你怎麼看的呢 起還是不起呢 怎麼起呢 用多少年起呢 用多少錢起呢 這個就是梁振英問你的問題 不是地圖上面 總要畫個圈 總要畫多筆出來 我要起這個明日大嶼 我要發展新加坡都會區 我要發佛紀城 我要發展新加坡一山七區 不是你說就可以了 你說完之後 你要看整體市場的情況 怎麼可以令到你的發展 政府是有足夠資金去支持 這些資金洗了出去之後 將來若干年之後 回報 不要用回報兩個字 當政府不是賺錢 是怎麼可以回報這些錢 令到政府可以有效繼續運作呢 還是說我起個明日大嶼 原來複房現在只有五千多六千億而已 根本複房沒有錢的了 接著你就打算舉債 借五千億回來 就扔到明日大嶼 扔到明日大嶼之後 原來明日大嶼起出來 是沒有人會用可設定 五千到七千元 甚至一萬元赤地買的 現在三千元都沒有 好了 結果怎樣呢 原來政府是借了龐大的資金回來回來 但結果原來是只會資不抵債的 結果這樣一個決定 就會好像大阪 將會即將舉辦博覽會的夢倒一樣 夢倒當時大阪的經濟起飛 非常之蓬勃 各個大城市都開始想怎樣 增加它的容量 好了 大阪決定填河 在大阪的南部 在關西機場附近 填河三個公島 結果大量的資金 當時比起香港 資金相對都不是大 都是小的 但結果令到大阪政府 可以這樣說 發尚加根 好了 當出現一個差的情況 結果要停了這個夢倒電設 停了填海 結果這個填海區 就這樣放在那裡 好了 現在計算了幾十年之後 才找到一個薄奶氣機源 才用回這個島 究竟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經濟差的情況 還要強行填海 強行做這個大禮出來 跟著就是說 這個是我劇本了 所有人就不應該說反對 綠色黃 Jason Poon 那些 就不應該反對 更加不應該踢爆 要用一萬件 更加不應該踢爆 就是根本香港政府 在財政上根本支持不到這個島的興建 好了 但李家超在司法報告裡面 又說要緩慢推中這個明日大嶼 究竟這個明日大嶼 他的名字叫交易洲人工島 但你根本在劇本裡面沒有交代 交易洲人工島和明日大嶼 究竟有沒有直接和相等的關係 明日大嶼縮小了就等於交易洲人工島 沒有說的 你先報告到無端白事 搞交易洲人工島出來 這個六個字 不說了 跟著回頭你就說要緩慢推進 那即是怎樣 跟著你又叫發展商去合作 你叫發展商去出錢 那別人要怎麼想呢 你去出錢的話 出錢出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是有回報呢 那個是私人機構來的 是一間上市公司來的 他跟股民交代的 他跟小股民交代的 李家超究竟是用什麼技巧去施政呢 如果你說你自己那個 這個施政報告 就是你所大吹大雷的 自吹自擂 自己滿足自己的 自己以為好拿電的 一個施政報告 說六百幾項改革 北京叫我改革嘛 我現在施政報告裡 六百幾項改革 這個劇本寫得很好 很漂亮 現在風商界不聽不跟 好了 跟著連唐英年都說 如果要跟你的話 你第一不可以一股行的 你不一定要去 繼續扔錢下海 去填這個交易周人公島 你應該是和我們談一談 想一想 是不是有些其他改善 譬如原來你的心裡 是想興建一條 深圳填海 去到中環的接駁路 原來現在的科技 不需要再填海的了 你簡直可以供路橋去到青州 就是港島外面的小島外面 從青州落地 轉回水道 香港市區 可能在港大附近 山頭邊 可以上來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 或是接駁港大這個 甚至地鐵站 如果可以這樣的 人家如果在商界 有一些alternative 給你 或者有一些更好的idea 給你 李家超你都要聽才行 李家超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你打算兜督北京 投訴了工商界 賴到工商界 你勝了賴 勝賴的導演 我寫了一個劇本 那個劇本就是我的思念報告 然後我的思念報告裡面 已經寫得非常充足了 北京要六百幾項 就算北京說得很清楚 不只是改革 我要精準的 我要科學的 我也要主動的 就算那六百幾項 全部中了 我要浪射出去 都有幾項 中的三項 中的要求 你就要聽 你就跟我劇本走 這樣是不行的 其實劇本還未出現的 不過現在 李家超 你本來都不懂管治香港 而你身邊的人 你整個團隊都在游 你跟著寫的 你寫的司令報告 其實是你恩循 你這件報告 是因為林鄭月娥的司令報告 你拿出來改的 每一個政策 自己改回自己的範疇 然後有些繼續在做的 照寫 有些是不打算不做的 寫的理由 就不寫了 又或者甚至去了 去別的地方 甚至不再出現 這個每一年 如果你這樣做司令報告 看回每一年的司令報告 你會發覺每一個局 都是這樣做的 是將舊的司令報告 去寫一次 到期的 還沒做的 就再延期 加信息下去 有些是十月未有一撇的 在那裡又寫出來 有些是應該已經熟了 譬如你說立法徵費 我們應該減這個都市葵禮廢物 這些他不再寫了 因為做不到 這樣是不是一份好的劇本 肯定不是 對整個香港的發展 施政和問題 都不是一個好劇本 再加上 北京其實已經看穿你了 自己不兜面 踢爆你 你上來陳述偉 上來兜督節可記的時候 難道不跟你 當面踢爆你嗎 暫時這個任期還未完 也沒有需要 現在踢爆你 然後換人 然後唯有信你 信你意 就跟你的劇本 走一走 你說工商搞的問題 我下來和你公介講 好了 你在司令報告 或者你本身的政策 思考方面 是有缺憤 是有缺陷的 接著他們看了 歸納的問題有三類 第一個就是不夠主動 第二個就是不夠精準 第三就是科學 即是說不夠科學 就是你做自己家超 做一個政策出來 基本上是不需要有原因的 是聽到有人讚美 是聽到有些 你相信的建制派 那些容財 在你身邊說 你跟著就要走 沒有科學化的根據 沒有科學化的一個 survey 或者一個數據 去支撐你走一個方向 最簡單 你究竟要在新界北都會區 建多少房屋 建九十萬間 五十萬間 三十萬間 看明是大遇 你是想住多少人呢 住五十萬人 還是住一百萬人 究竟是多少人呢 香港來來去都要七百多萬人 現在沒有人沒有屋住 辛苦是貴的 沒有人沒有屋住 每個人都有屋住 好了 但問題來了 你現在突然間說 現在是不夠房屋 我現在抗起房屋 這就是梁振英提出的 一個叫你檢視的問題 不是說 不斷建房屋 就解決問題 你如果本身的需求沒有 你不斷建的 結果社會要付出代價 到現在已經試過一鑊 現在李家超是試第二鑊 好了 第二 梁振英都說 不是好像在地圖上 喜歡幾百就可以了 你應該要科學化的 看一看數據 人口增長 或者人的出生率 又加上人口政策 再加上究竟 是有多少平均居住面積 整體看完之後 你才發覺香港究竟要多少房屋 如果你說 十年建的房屋需求是四十萬間 接著你又跟我說 明是戴嶼的網站上寫 那裏可以有五十萬間房屋 那裏可以有五十萬人住 有十五萬間新增房屋 新增 接著在北部都會區 原來可以有九十萬間房屋 原來十年建的計劃都是四十萬間 每年平均四十萬間 即是說 你現在的計劃 明是戴嶼 不過北部都會區 加上大約十八萬間 當你十八萬間 再加上九十萬間 起一百零八萬間 原來十年建的計劃 只是平均每年要十萬間房屋 即是說 你只是明是戴嶼 和北部都會區 是會額外新增 是二十五年的公益 而且市區正在重建 市區也不斷有新的地盤發展 市區不斷有 一些舊樓重建 用盡地積比率 這些新增 可能有十萬間 二十萬間 三十萬間房屋出來 結果 原來政府現在計劃 是未來可能是三十年四十年需要的房屋 你的政府施政只有五年 你一屆只有五年 你想四十年這麼長 是把鬼嗎 好了四十年這麼長的 應該是環房 應該是環境保護的政策 一些長一點的政策 但是你一屆糊塗 那你怎麽讓人信你的劇本 怎麽叫人跟你的劇本走 這個就是北京需要思考 李家超自己也需要面對的問題 你的劇本未寫好 寫得不好 你又不去和大家雜思講益 跟著就叫大家跟劇本走 好了 唐英年說法 有薄火成份 唐英年也說了 就是不要想著工商 他只是在這裏撇 這句話是兩邊刀 也叫李家超不只在這裏撇 不只是工商界有責任 政府也有責任 在整體的政策 整體的措施 整體的發展方向方面 香港政府應該聽多些市民 和聽多些個別的意見 就不只是聽自己那些拆鞋子 在那裡的鴨齒積笑 是沒有用的 好了 第二 他也都說了 不要一意 就是有人跟你說了 嘗試跟你說了 你真的要想真的要聽 如果別人去說你不聽的話 結果別人願不願意甘心 去跟著你那支撇去走呢 肯定不會的 接著李家超昨天再回一句 他就說 這樣就視乎你有多愛香港 這個字是廢話來的 真的是廢話來的 人家跟你在討論 就是由梁振英時期 他跟你討論 就是早個星期而已 他跟你搏火就說 香港的房屋政策 土地政策 或者房屋供應 究竟是不是真的 一美起一美增加 現在樓價 就是香港最好的情況 新加坡的情況 工業是充足的 不是過多是充足 你結婚 要不要去找早屋 都要等一年時間 整個過程都一年的 不是一拍 我馬上就給你一個屋子 不是那種 好了 這個工業是充足 而不是過多 而跟著 新加坡成功 就是市場 和這個 就是早屋 早屋 就是大家住得舒服的 住得舒適的 可以負擔得到的 如果你是自己負擔能力超高的 你就去做私人市場 私人市場都升 新加坡人都沒有一點怨氣 原因是因為 它不是太影響 新加坡人的基本生活 原來新加坡在整個建屋 或者房屋政策方面 它已經走了一條 Directify的路 如果你是達官貴人 你是非常有錢富豪 就住私人市場 如果你是一般的 甚至覺得自己是中產 都可以住回早屋 現在我們這裡還沒有定型 好了 你是不是應該在房屋政策方面 和包括發展商 包括所有專業團體 甚至是經紀 地產經紀 真的講講交代一下 怎樣才是應該香港走的路 好了我們知道了 有了這個方向 才定好劇本 大家因為習司說 一起談出來 大家一起推進一下 這樣自然就會快 況且商界在跟你談的時候 當如果他們覺得 他們所提的建議 或者政府所提的方向 是有伶利的 是可行的 他們更加會著著足先燈 就是未在公布政策方面 已經做定功夫了 根本就不需要叫夏寶龍走下來 勞斯動眾去約商界 叫他聽聽話 說聽李家超那支笛 去做劇本演員 這個是不需要的 好了 接著回頭 李家超究竟有沒有去想一想呢 就是你所講 究竟你有多愛香港 要視乎究竟你有多愛香港 就看到你應不應該跟我劇本走 第一 跟你的劇本走是不是 就是愛香港的表現呢 你的劇本是坎頭埋牆的 你的立法徵是全摔了 你的環保政策方面 包括源頭減費 包括難保回收 環保回收 源頭減費完全沒有推動 完全沒有推動 可以認得到 在市場裏面 是有簡化的包裝 好了 跟著這個垃圾經費方面 你死了 如果你說 你跟我劇本走得了 難道跟你撞上牆嗎 好了 另一方面 我愛香港 我愛香港 就應該跟你的劇本走 我愛香港 就希望我 是吧 我愛香港 不是跟你一起 一刀劈在香港 現在 李家超在做的事 是傷害香港的 譬如垃圾經費 你做得不好的 現在至少有四個 這個交給供應商 專門說自己虧錢 原因是因為 他投資了很多 去做機器 現在你印了一批 就說不要了 現在他們虧錢 那怎樣呢 是不是要賠給他們呢 這個你想一下 原來李家超 你亂來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說經濟沒有什麼增長 或者社會的經濟比較呆滯 其實很多人受害的 現在餐飲零售 做套的 全部都死了 這個你說 這是大局勢 不關我的事 不是啊 只是你是這樣的 我們香港人生活的 包括深圳 深圳 因為我們香港人想消費 而興旺了上來 為什麼香港反而會倒下來呢 這個是不是李家超 本身的政策措施出問題呢 如果你覺得其實很好了 大家是愛香港的話 就跟著你劇本走 結果原來跟著你劇本走 是無形中 是不知不知不覺的 可能李家超你都不知道 也都不想的 但是就傷害了 現在我們會其他的次分者 其他的公民 其他的小老闆 其他的職員 那個餐廳倒閉 那些職員都會失業 不是說笑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唐英年說的比較清楚 就是李家超其實 就不要經常覺得 你做別人不做 去得你為香港著 人家不為香港著 現在個個都不只是talk 你也覺得自己不是只是talk 的話 你應該大家可低 集思港益 那麼多部門當中 那麼多局當中 反而我看到房屋局 就最政治正確了 他不是靠向左 他馬上跟G19 G25 那些立法局議員 是坐去集思港益 是就住房屋政策集思港益 雖然這只是一個形象工程 但是很簡單 他已經發了 現在夏寶龍下來深圳 叫大家跟特區政府劇本走 其實劇本還未寫好 現在如果你要香港的 持份者 甘心情願跟你走 不是說李家超那句 警理有多愛香港 是要說你的劇本 究竟怎樣幫到後 如果要確定 劇本真的幫到香港 首先第一步的 就是諮詢 第一步就是討論 第一步就是集思港益 這個就是 我們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剛剛在醫院做了的一個工作 就是他照了 我之前不知道什麼是G19 什麼是G25 我之前不知道什麼 後來看照片 原來全部都是議員 就是說他照了議員 是不再停留在李家超 要設的那個前廳交流會 不只是那個 就是那個交流流會議 就是交流流的 真的是 整班官 特首 議員去那裡談 談全部是不用跟公眾交代的 大家很默契 去到議會上 直接不用討論 整個不用討論 不作討論的議題 直接一方茂絕倫 立法會本身 就是應該經過辯論 經過論證 而去找到香港最良好的政策 但是這個政策推動的過程 立法過程裡面 竟然有委員會 甚至財委會 可以通過 無需討論 不作討論議案 這個就是議案的特性屬性 如果無需討論 你定奪之後 如果你要去討論 又要幾個議員提案 又要敢有門檻 然後才討論 這個 可能大家不知道 說多一點 立法會 大家覺得是會 議會 就是議事 議 用口 用言語 去找出大義 義氣的議 言指的議 議會 議會就是大家選出來的 代表我的 我信他的 我信他有思考的 信他會聽我說的 信他會聽港大市民的意見 信他找到一個方向 然後由他代議 我去議論 代議政制 議會本身是代議政制 如果你說不是的 中國特色的民主 不是這樣的 你就直接拆了立法會 那就直接 乾脆 你就不要放立法會 進去圖章 拆了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仍然要議的 叫議會的 這些代議事 就在責定話題裡面 去辯論 去論政 去講回大家 不同的看法 從而找到一個最好 最適合社會 對社會最好的結果出來 你說之前 如果民主派在這裏 就說他們 左頭左勢 在這裏 令到施政不得暢順 不能有效率 現在民主派沒有在這裏 你的效率在哪裏 一樣一塌糊塗 你的垃圾徵費 已經死了 沒有人搞你的 沒有人批評你的 你又用了軟對抗 用國安去阻止人 去評論你 但你一樣死了 這裏 你之前的設定 是覺得民主派在這裏 阻止你 那個錯誤的 好了 議論如果仍然要存在 很簡單 每一個議員 就應該發表意見 官員也要聽議員說 如果是這樣的 每個法案去到立法會 都會去英國 立法會的商議委員會 跟著推上財委 再推上大會做表決 1 2 3 表決完之後 通過 那個過程裏面 理論上就有充分地反映 和充分地專業地去論證各個議題 好了 現在立法會是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 有一個表象和兩個特色 那個表象就是立法會變成像皮圖章 好了 特色就是它第一個政策 就是多了一個不作辯論 不作討論的一個決定 就是說在委員會開始 我覺得這個順理成章了 這個應該自動過的 就是定性作討論 跟著這個議案一直不用討論 就去到投票 真的是像橡皮圖章 好了 第二個 就是說 他說本身是議會的討論 他擺了一個叫做前廳的會面 前廳說我沒有入到議會的 沒有紀錄的 大家君子協定 也沒有這個白紙黑字的承諾 官員和議員之間 在前廳什麼都談妥 死死都查妥 待會議案上去 雖然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議案可能是錯的 大家都是高台貴手 照通過它 通過完之後 我才答應你怎樣改善 這個就是前廳的情況 前廳談完 說完 勾吹完 接著入到議會 就舉手投票贊成 完全無需討論 子民也不知道要討論 甚至乎 你說如果有心從政的人 想看多一些議會討論 那個政策 醞釀過程裡面 所考慮的因素 都沒有了紀錄 即是說 香港沒有了一本史書 議案香港史書有很多的 大會出 各個部門會出 又或者甚至乎 立法會的討論 其實就是香港史書的一部分 是看到香港社會最急切 最需要的情況 那些議員究竟有什麼看法 社會有什麼事件 而左右他們決定 結果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李家超政府 做出來的一些 阿茂整餅 根本是因為自己不增 又怕別人去平 所以搞了這些事情出來 結果呢 這個劈本背後 無需討論 橡皮圖章 前廳討論 根本就是 是一直令到劇本 沒有辦法可以 做到可以愛護香港的一個 難本的一個主要原因 好了 接著你就說 不是啊 我劇本寫了 你跟就行了 你不要不跟 總之你不跟就是問題 不敢說軟對抗 不敢犯國安 現在就說你不夠愛香港 那你就混蛋了 你整個施政裡面 頭兩年就不停壓迫別人 動一動就說犯國安法 什麼都不可以的 評論都不可以的 接著好了 開始的人覺得自由了 看到清楚國安法了 看清楚法律了 看清楚一些地帶 我們其實是民權利了 說了 你跟著就說軟對抗 去壓制